哈喽 大家好 我是肖恩 今天我来聊聊我为什么选择来清迈生活 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清迈肯定是排不上号了 但是选择一个地方生活 我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从几方面来说说我自己的原因吧 一 温度 因为我是杭州人 杭州所处的地理环境造成冬天没有暖气 所以夏天太热 冬天太冷 特别是冬天 屋里屋外一个温度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温暖的地方 然后纵观整个地球一样 中年温暖的地方从我们亚洲来说 也就东南亚那么一块地方 然后你看和东南亚纬度相同的 往东就是茫茫的太平洋 中间有个叫斐济的岛国 我去住过一段时间 斐济非常美 但是由于是岛国所以物资特别不丰富 啥都买不到 还特别贵 再往东就到了中美洲的墨西哥一带了 墨西哥我也去了好几回了 非常喜欢 而且也了解到了要常居在那儿的签证 但也非常方便 我一般到一个国家 会比较喜欢到处瞎逛 有一次逛完一个市场 然后叫了个车来一个市场接我 司机看到我后非常惊讶 问我 你怎么会在这个区域 东西没有被抢吗 还告诉我 不要边走路边玩手机 包要背在胸前 不然非常不安全 把我搞得一阵后怕 所以墨西哥的治安是不太适合常居的 那么东边就到头了 然后我们分析往西 往西就是印度了 印度我也去待过一段挺长的时间 从南往北 从东往西 逛遍了整个印度 确实非常适合旅行 但是这个脏乱差的程度 实在是无法让我有住下来的欲望 然后离开印度再往西就是非洲了 非洲就不多说了 是吧 所以东南亚是得天独厚的 那整个东南亚太靠近赤道了又太热 所以可选择的范围又大大缩小 我把过于炎热的印尼 新加坡 马来西亚排除后 就剩下越南 柬埔寨 老挝 缅甸和泰国了 那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和我们中国的领土和领海 都没有接壤地方的东南亚国家 不会和我们国家闹出什么领土纷争事情的国家 只剩下柬埔寨和泰国了 那么无论从治安或者经济上来说 没得选择 只有泰国 二 那么在泰国 我又为什么选择青迈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稳度 泰国是个狭场型的国家 和我们初中时上课学的中国地理一样 冬季南北温差大 夏季全国普遍高温 所以泰国也是那么个情况 南部是一年四季的普遍高温 而位于泰国北部的青迈 大部分时候气温在30度左右 凉季在25度左右 温度变化不大 孩子不容易生病 三 距离 青迈有直飞杭州上海的航班 四小时左右 平时票价都不贵 都在1000元左右 非中国其他城市也很多 所以回家时间不长 方便经常往返 没有一种好像出了国 就要离家很远的感觉 我之前从杭州出差 到温州开车也要四小时 现在我从青迈回杭州 飞机才三个半小时 所以在心理上感觉 比去那些遥远的国家 好的很多 四 物价 青迈物价低于杭州 大约是杭州的三分之二 所以在这里生活压力 大大减少 而且物资非常丰富 光巨大的商场 就有四到五个 不像青迈周边几个城市 比如说青莱 南邦 物资就没有青迈丰富了 五 教育 青迈的教育理念 我比较认同 轻松而且多元化 教育资源丰富 有大量的国际学校 培训班价格优惠 适合有利于孩子 兴趣爱好的培养 六 安全 在青迈入室盗窃 当街抢包的事件 非常少发生 七 泰国人的性格 泰国人很慢 但是很守规矩 好讲话不容易发火 你看到一个车位要停 打了转向灯 就没人和你抢了 可以慢慢停 泰国人不会按喇叭来催你的 八 为什么不选择曼谷 也许因为从小 我就是在杭州长大 一直过着城里的生活 所以特别不喜欢大城市 那种人有很多 到哪儿都非常嘈杂 到哪儿都不好停车 去哪里都得人体人 坐地铁的这种感觉 现在青迈 去哪里都很好停车 自己开车 想停停 想走走 非常的优先自在 所以综合那么多的因素 我最后选择了青迈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是肖恩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海外旅居生活点滴 以及旅途中的干货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我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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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